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我们集合了6款100瓦机以上充电功率的手机 毕竟是多品牌 没办法非常严谨的控制瓦数和电池容量 所以也不算特别严谨的横屏 大家弱化对比 着重看你感兴趣的机型表现 哈喽大家好 我是庄炯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今天咱们来看看各家快充谁更强 本期我们将会考量这6台手机关于充电的8个维度 看看谁是八边形战士 如果懒得看维度介绍和积分规则 结果在这个时间点你可以直接跳转 第一个充电器功率密度 是充电器最大功率除以体积 这是结合瓦数和体积尺寸的综合维度 数值越大越好 要么体积小 要么瓦数高 二是充电器重量 三是前五分钟充入电量 越大越好 因为电池容量不同 在这里我们不看百分比 看的是电量 四 前台充满时间 越短越好 之所以选择前台而不是后台作为积分项目 是因为普遍大众还是以前台显示为准 但是它们的完全充满时间和电量 我们也都做了非常详细的测试 后面都有 五 平均每分钟充入电量 自然也是越大越好 六 高功率维持时间也是越差越好 看看谁是三秒震待人 七 充电时手机最高温度 八 充电时充电器最高温度 这两项自然是越低越好 分别打分 最高是八分 当然 此次的八个维度 是根据我们主观日常使用测试设定的 主观觉得的重要的环节 肯定还会有其他维度或者测试流程 如果和你想的不同 着重看一下本次你在意的环节即可 简听证明 本次的参赛选手 红膜7 Pro 135W EJS 150W Realme GT Neo3也是150W iQOO 9 Pro 120W 荣耀Magic 4制真版 100W 小米12 Pro也是120W 首先是充电器功率密度 即管充电头具体情况一张图 体积上荣耀最小 功率上红膜最大165W 不过它的机器最高也就到了135W EJS 1加Realme也有这种情况 最后换算出来的充电器功率密度 EJS 1加和Realme以1.61W每立方厘米 排名第一 这一环节主观打分 EJS 1加Realme都是8分 荣耀和小米差不多都为6分 考虑到大充电器变息性的重量方面 荣耀是最轻的 当然码数也是最低 135W 红膜183W 小米184W 相对要重了不少 主观打分 荣耀自然是最高 EJS 1加6分 红膜和小米则为5分 然后是充电实测环节 先说明一下条件 室温25W 开启快速充电 关闭智能充电优化 且全程吸频的条件下进行 尽我们最大可能性控制变量 前5分钟电量代表了手机短时间 快速回血的能力 这里的单位是瓦时 举个例子 充电就是往水池里面蓄水 水管流量就是充电的功率 水池中的注水量 就代表了充电的电量 其中EJS 1加和红膜 以8.57和8.52瓦时相对来说较大 realme和iQOO 则是以7.51和7.21瓦时紧随气候 小米荣耀相对低一些 这一轮主观打分 EJS 1加红膜差不多 8分 realme iQOO 7分 小米6分 荣耀5分 然后是前台充满时间 和完全充满时间以及所充入的电量 还是一张图给大家展示 你可以暂停查看 最快的三款分别是realme 15分21秒 确实真的快 红膜16分15秒 1加17分38秒 长射完果然是要长一些 小米和iQOO 以20分钟紧随气候 荣耀则是最慢的29分03秒 按照前面说的规则 前台时间计分 realme和红膜8分 1加7分 iQOO 6分 荣耀4分 本视频有小白油品APP 独家赞助播说 全品类精品二手商城 生活用品五折起 能买也能卖 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再就是平均每分钟充入电量 因为功率和容量都不同 所以这也是衡量 整体充电水平的重要维度 而且每款手机 捐留充电时的功率 和时间差异过大 且伴有偶发性 所以这里我们仅计算 前台充满时的 平均每分钟充入电量 直接说结果 一开始我以为是150瓦 结果红膜的135瓦最高 平均下来达到了1.24瓦时 每分钟 realme的150瓦 到了1.2瓦时 每分钟 一加的长收版150瓦 1.16 i酷0.95 小米0.93 荣耀由于基础瓦数相对比较低 最后成绩是0.64 这一环节 红膜8分 realme7分 1加6分 i酷小米5分 荣耀4分 手机充电速度的快慢 取决于充电时的功率 峰值功率能够维持时间越长 单位时间充入的电量也就越多 一加峰值功率达到了137瓦左右 也维持了近2分钟 所以前5分钟的快速回旋环节 表现抢眼 后续很长时间都是以50瓦左右的功率继续充电 i酷米峰值135瓦左右 不过仅仅一瞬间就跌到了108瓦左右 后续大部分时间都是以70瓦左右的功率进行充电 红膜峰值120 维持了近1分钟 后续功率呈阶梯式下降 很有规律 小米和i酷峰值功率都在100瓦左右维持了近2分钟 后续功率维持在50瓦左右 荣耀则是以i酷米类似 在峰值功率达到88瓦的一瞬间就降了下来 后续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都是以33瓦左右的功率在进行充电 感觉有点百瓦了个寂寞 这一轮主观打分 一家红膜realme都是8分 i酷小米7分 荣耀6分 发射环节 我们采集整个充电链路里最热的那个点 由于各家的技术不同 最高位置也不同 有的在手机上 有的在充电器上 有的在充电插头接口处 最高温度在接口处 由于很接近手机本体 或者就在手机与插头之间 为了展示清晰 后面我们就统一归为手机端 有人觉得手机补热重要一些 有人觉得充电器补热更重要一些 我们分别测量 给大家最直观最全面的结果 即管充电器的温度 都是呈现出一种 先升高再下降的趋势 这也正好印证了前面充电时的功率变化 iQOO和一家的充电头温度最高 分别是61.5摄度和60.1摄度 一家瓦数比较高 iQOO的体积比较小 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温度最低的则是红膜的充电头 最高温度仅有47.7摄氏度 47.7都可以用紧字了 看这温度就此 我们也认真提醒大家 不要把充电位置放在密闭不透风 或者说温度较高的环境中使用 毕竟能到5-60度还是挺高的 安全第一 本轮主观大分 红膜8分 小米7分 6密 荣耀是5分 一家4分 最后一个环节 充电是手机的最高温度 最高的是红膜的46.8 发热主要集中在尾差的部分 温度最低的也是功率最低的荣耀 38.2相当凉快 发热主要集中在手机中央靠上的位置 主观大分 荣耀8分 RioMe7分 一家小米6分 全部环节结束 各家品牌的八卦针也都出来了 你可以暂停查看 真的是花了我们好长时间反复测试了 满分64 最终红膜和RioMe 以57分的成绩并列第一 但是看八卦图 即便是这俩表现最好的机型 也很难称得上8边形战士 红膜充电时手机温度较高 RioMe的充电器温度也逼近60了 不过动动手脚也算是6边形战士了吧 一家53 IQ51 小米则是48分 荣耀确实基础瓦数相对较低 分数46 如果我们精简一下 就看谁冲得坏的话 也是红膜和RioMe表现抢眼 一家紧随其后 其他几款虽然成绩没那么亮 但是不同环节也都算是互有胜负 最后的最后 综合看下来 大家可以把瓦数及正义 这几个字打在公屏上 还是再次强调 因为品牌不同 瓦数不同 容量不同 确实没办法严格统一变量 大家还是弱化对比 着重看自己关注的机型即可 而且以上都是基于 我们本次设定流程的一个小测试 你有不同的流程 可能得出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生活中 影响充电速度的因素非常多 比如说环境温度 或者说你手机和材质的散热性 再或是充电过程中 你是否边而边充 和亮屏次数多少 等等等等 这影响因素确实很多 现在我们经常也会收到私信的询问 问这个超高瓦数的充电器会不会损伤电池寿命之类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手机现在都采用的是锂粒子电池 手机大功率快充所优化的电池 健康程度受充电速度的影响很小 温度的影响相对较大 根据电池大学的一份研究数据显示 在25摄氏度的室温下 每次给手机都充至100% 一年之后电池可保留80%的容量 如果在40度的环境下 这就很热了 一年之后就只剩下65%的容量了 简而言之温度越高 电池容量的衰减就越快 不过现在各个厂商都有对应的电池保护机制 估计很多小伙伴们碰到过 感觉把手机给冻死了 其实是触发了保护机制 你手机的温度过高或者过低 都会有相应的保护 尤其是过高的时候 或者说电量快充满的时候 都会降低功率来保护电池健康 其实真的不必太过担心快充的影响 随用随充就行了 等到两三年后你出玩手机的那天 你八成手机走的比电池糟 现在回想以前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定要把手机给冻上电 要不第二天只能在地铁公交上干发呆 同时充电 现在每天早上起来 利用刷牙洗脸的时间 就可以给它充满了 安全感大大增加 所以说真正的科技 还让你感受不到科技的存在 力求让你随心所欲 OK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 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 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 特别感谢更多人的精彩 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 观众小白色屏 博光真体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